他是大汉王朝命运最为悲苦但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,出生便遭受牢狱之灾,登基后却只能沦为傀儡,他也是被历史严重低估的一位皇帝,在他治理下,不仅结束了始于武帝时期长达82年的匈奴战争,那句敢犯强悍者,虽远必诛的霸气宣言也出现在他的治理时期,他同时也是一位痴情皇帝,一段顾见情深的美谈,成就了他不忘遭康之妻的款款深情。 下面,就让我们走进汉轩帝刘病已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